我看到他的一个动作就是 首先就是缩回来了一下 缩回来了那一瞬间 然后后面就是因为他旁边那个人 他旁边当时有同事也在收桌子 旁边同事收桌子走开后 停顿了几秒 他就我看这个服务员就拿着那个钱 直接放到了那个碗里 然后就我看到他给我的一节视频 就是这样子然后就端着走了 这家新白鹿餐厅在杭州文艺鹿汇合成五楼 陈女士说 一千块钱现金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面 来吃饭的时候拿在手上 我当时那天的话是我的一个同事呢 他让我给他买了那个服务品 他在那个文艺那个物美里面上班的 我就刚好过去给他送过去 送过去呢 然后我妈呢就是每个月 他一定是固定每个月都要吃药的嘛 然后我就说借他一千块钱现金 那我我说要要用嘛 他就借给我了一千块钱现金嘛 我当时那天我穿的是裙子 我没有口袋 然后也没背包 我当时我就是还请我那个朋友 喝了那个就是那个蜜血冰层的那个奶茶嘛 然后我就要了一个这种袋子装进去 陈女士说 当天吃饭时 他把袋子放在了桌角 走的时候忘记了 大概一个小时后返回店里 问了收桌子的这名服务员 他说给我当垃圾丢掉了 垃圾他说倒到楼下了 那我就跟着他们下来 在那个后面那个垃圾在那里 在一直在翻 翻了五包垃圾也没有找到 陈女士当天报了警 一千块钱没找回来 在这家新白鹿餐厅 有位王经理说 当天陈女士来店里 把这个袋子放在桌子的一角 又把口罩放了上去 吃完饭后拿了口罩 等菜品打包好就走了 服务员小周平时主要做接待 那天下班后帮忙收桌子 收桌子的时候 他就直接就当 因为他是 好像是一个用塑料袋的过来的 然后也没看 然后直接就收掉了 就当餐厨垃圾就收掉了 那他桌上那个袋子 有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如果我看到的话 那就肯定是会交到吧台的 我对他说的话有点自疑 因为我当时回来我问他 他说你是不是放在里面一点 我说对的 他说有两指宽 我说是的 没有 他说靠里面有个东西收进来 我就确实是 手伸在里面 肩后也看到 收在垃圾里面呢 陈女士现场把一千块钱现金 放进一个密血冰城的塑料袋里 他说当天还把钱卷了起来 整体有一定的厚度 通过袋子也能看到里面是钱 我没有见过像这种里面包着钱的 如果包着钱我会看到的 因为就像你说的 这也很好看 很有分量 因为桌上我就全部当成垃圾扔掉的 餐厅的王经理说 小周收拾完后 把碗和石锅等餐具搬到了后厨 后厨的工作人员把碗里的东西倒了 监控里能看到 那个饰品的话 他去收桌子的话 是1点58分去收的桌 然后呢 就是他端到厨房的话 应该是1点58分以后了 但是他给我节的到厨房的时间是1点55分 那这一点是让我最质疑的 前厅和厨房的监控上面是时间上有错 但是他走过来的这个路程是没有错的 记者看了后厨里的这段监控 没看到陈女士所说的这个袋子 随后来到后厨 问了当天那名工作人员 王经理说 陈女士当天找过来 餐厅的垃圾都清到了楼下的垃圾站 他们去找过也没有找到 他说钥匙收到那个垃圾桶里面的 他说都扒出来了 一把钥匙都扒出来 这是你们里面员工人说的 你如果按道理来讲 他作为是把它当成垃圾 是不是我们应该能翻得出来的 但是你这个东西是当垃圾了 然后也给翻了 那没有翻到 那可能说因为也是节假日的嘛 也比较忙 王经理说 店里工作人员平时看到顾客忘记拿的东西 都会交到前台保管 这次真的没有看到陈女士所说的这1000块钱 自己愿意个人出300块钱补偿陈女士 但陈女士一直认为 是店员把钱拿走了 要拿回1000块钱 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关于这件事 记得也咨询了律师 关键是消费者目前啊 他没有证据证明啊 他有一千块钱放在店里面 或者说在店里面丢失的 这个他很难证明了 所以说店家作为那个店老板 对消费者的考虑啊 他说愿意主动承担300块钱的损失费啊 给这个消费者300块钱 那我觉得店家已经 做的已经比较到位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8213 23 2